所以兩個導演,剛剛桃子姐說,第六度又是他搭捷,你在設計上面會有特別的發行嗎? 因為我聽到又是他主持,我就覺得想要表他一下,對 所以今年的火木廣告是,主題就是桃子自表六度主持金馬德 但是他又好謙虛,我就說那你為什麼不,就是把自己的作品也放進來,就是雪觀音嘛 然後就比如說我送禮給李安導演說,導演可以讓我再主持嗎? 就是一直私底下想要那個賄賂這樣子,就他不好意思,他居然害羞了 他說哪有人再把自己的作品拿出來,我們可以再拍第二篇嗎? 可以啊,等李安導演回來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導演好像這次有把桃子姐演技大爆發那一面,你看他主動又說要演另外一種不同的感覺 其實我就私底下問他說是不是,為什麼主持這麼多次,是不是每一屆的主席啊,導演都有答應他說下一部片給他一個角色 可是每個人都捕爛他,但他在吃吃的等那個主席們給他角色 李安導演的應該有可能啦 哪一個部分有可能 新片啊,爭取一下啊 是什麼,動物世界嗎?還是 沒有啦,因為我覺得還是隔行如隔山啦 這個還是要跟竹森老師討教 表演我覺得不是說你能在鏡頭前講話或做動作,你就是演員 我覺得那個還有很深的學問啦 那事實上確實也是有些導演就是找我去演一些不太重要的角色 你要這樣講,我們十幾年前也是有合作過 對,我們合作過 對啊,他也是演女主角 對,那時候跟他就是合作過了 對,所以就不再用我了是嗎? 從那次以後,你跟我說清楚 我很想用你先生,但你不給我用 盡量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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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盡量